在一名骇客被判十年刑期的同时 由纽约大学Poly学院举办的骇客大赛 今天正式开打了 Poly学院体育馆成了骇客们没有硝烟的战场 那边的骇客是非法的 而这边却是合法参赛 想知道骇客在幕后工作的庐山真面目吗 随着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本届比赛的重头大戏夺旗之战 从昨天晚上八点半开始 已经持续进行了十七个小时 而现在赛程才刚刚过半 看来要当一名成功的黑客 不仅需要高智商 还需要长久的注意力和良好的体魄 头发蓬乱却眼心松 连续奋战的黑客高手 正在用数据和代码比拼武艺 原来这就是黑客们工作的样子 暂时领先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已多得了三千个旗帜 甩开第二名足足400分 我们有很好的团队 而其他团队也步步紧逼 每次的得分都鼓舞着士气 运用黑客技术来维护网络安全的黑客 被称为白帽黑客 他们除了要像今天选手们所做的发现漏洞外 还要提供修复的补丁 不过另外一些黑客可没那么好对付了 明天持续三十多个小时的夺旗大赛 将决出最后的赢家 本台将继续为您跟进 新唐人记者李舒燕纽约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